两岸的距离不一 一恋之间 一步之遥 希望是对两岸同胞有意义深远的 我也希望在有限的人生 做一些事情它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不管大陆来台 本地的敏级客级的这些老一辈 他们很多的心酸 很多的背景离乡的故事 这个历史我们不让任何政党可以篡改它 台上发言霸气十足 他是沈庆经 昵称小沈 身为台湾威京集团主席 不但以经济战事自诩 推动两岸交流一步遗余力 身在南京 掌于台湾 他的人生跌宕起伏 却不断在逆境中突围 我爸爸正好是在空军高炮的 他们从重庆移 要移到南京去 所以我们家就搬到南京去了 那后来就在下关靠岸 在当时一个下关医院里面生了我 那因此呢 我爸就把我的名字取名为沈庆经 我也等于是在南京生的 按照这个出生地观念 我也是南京人 沈庆经的父亲沈春池是福建赵安人 为了抗日 1937年头笔从容 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十四旗 成为军校学生 抗战胜利后 1947年小沈出生 适逢国民政府环都南京 再加上与妻子是在重庆结婚 因此替儿子取名庆经 我这南京那么小 其实我后面养我的乞丐 我一点也不记得 只是后来从他们描述说 那时候吃奶粉是困难的 都想办法搞奶粉给我吃 在那时候奶粉是奢侈品 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 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 省级冲突非常严重 就调空军的所有里面 会讲闽南语的军官 那我们是福建省张州人嘛 那我爸爸当然会讲闽南语嘛 所以呢就被优先调了 1948年冬天 沈春池先生奉派来台 当时台湾的省级冲突严重 会闽南语的他负责各种沟通协调 正值公平的处事原则 获得许多本地人爱戴 不料他的儿子 却因为特殊的省级边缘人身份 受到排挤 从小建村说我是 因为我是福建 所以我是台湾人 很省社区说 你是住在建村那你是外省人 那种省级的问题感受很多 也造成后来我日后不喜欢 人家又利用省级来欺负别人 被欺负的那边我永远把他们讲话 随着父亲职务调派 沈庆经的小学六年就搬了五次家 读了五间学校 最后才在台北南机场的客难街落脚 省级矛盾让小沈的童年十分苦涩 叛逆的他甚至兴起祖帮派的念头 出山的时候我就决定要筹组一个帮派 要本省同学外省同学合组的帮派 结果没想到这个星星之火可以了言 反而这个观念变成从此建村跟本省社区 以后不再打打杀杀了 我没有分省级嘛 最重要我自己是弱势啊 后来沈庆经进入基隆水产学校就读 由于不爱念书又混帮派 成为别人眼中的问题学生 但他充满正义感又爱打抱不平 为了替学弟出一口气 竟因此打伤人锒铛入狱 我觉得他被欺负 所以我就帮他去教训那些油伤 我就多管了这个闲事 没想到一管就管到牢里面去了 那时候我也是被警察故意拿我们当杀人为谁 那我爸那时候在国防部还没有退伍 我爸那个人就是很正直 人家对方要求三千块和解 但是我爸没有钱 他也不愿意和解 不愿意跟人家讲 他伤心我也很伤心啊 因伤人入狱 小沈被关了三年两个月 这段日子他痛定思痛 也认清帮派没想象中讲道义 于是出狱后提早入伍 更决定当完兵要去跑船展开全新生活 正好那时候台湾缺外汇 那我读的是水产学校毕业的 水产学校里面有学渔劳科有学航海 所以我就想去当船员 利用时间空间距离来拉长跟他们的隔离 利用这样的隔离使我想要永远的脱离帮派 年轻跑船的就是在这个北太平 北大西洋 我都是在这个美国的东海岸 一个普津玛斯 一个是纽约 一个是杰克森威 一个是沈美尔 指着地图对各国港口如数家珍 1971年底 二十多岁的沈庆金当上船员 在北美及亚洲各地跑船 从洗厕所的实习生一路做到代理大富 海上的生活拓展了国际视野 也远离了帮派 两年后 他回台湾准备航海特考 顺利取得了三副执照 不料一份临时性工作 却意外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们考完是要放吧 有四个月 我说可不可以 帮我找个工作临时性的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介绍我去报官行当小弟 送文件到国贸局去全城 在报官行工作 每天早上七点半 进公司扫地整理文件 八点半再到国贸局 办理出口许可 当时台湾有大量成衣外销欧美 但各国都会管制纺织品的进口量 因此产生了所谓的配额 而小省正是从中嗅到了商机 我们帮他报官了这个陈衣厂老板 他可能看我在小弟里面年纪比较大 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知道谁有这个配额帮我要买 所以我在这种局势之下 我就帮忙这些客户找了一些配额成交 那时候就赚了一点钱 二十万对我的薪水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那薪水只有两千块 短短两个月就进账二十万 纺织品的配额买卖 让沈庆金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 半年后就筹组了威勇贸易公司 更靠着诚信在业界闯出名号 光是头两年公司盈余总额就超过一千万元 在涨价的时候卖的人一下也讲话不算话 叠价的时候买的人钱还没有交付 一下也不算话 我心里想我是一下嘴巴讲话算话 讲诚信的人 这应该我是可以做这个生意 其实在这两年之后中间 威勇变成全台湾的配额大王 从爆关行小弟变成配额大王 在那之后沈庆金国药于商场 1980年代 他被媒体封为台湾的股市四大天王 之后创立了威勁集团 不断拓展事业版图 赚了钱环境好 本来就应该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所以当时林峰找我赞助两岸的 八千里路银河约的时候 问他说 我说你是艺人 你是一定认识很多生意人 工商界人 你为什么不找他们帮我 我跟你不认识啊 他跟我讲说 他工商界都怕 说怕什么呢 怕引起支匪条例 或者是违反国家总动员法 财产被没收要坐牢 当时是1987年二月 两岸尚未开放 圣庆经冒着坐牢 以及财产被查封的危险 私下资助八千里路 云和月的拍摄 节目深入对岸 介绍大陆各地的风土民情 在台式播出后 反应热烈 也间接成为 推动两岸交流的一大助力 那时候因为台湾对大陆 还是戒严的嘛 所以只能 所以当然是偷偷的 我哪里敢公开 不敢给人家知道 我是想让大陆的这种 让台湾人看 一方面是有一个亲近的感觉 第二个是让台湾人 可以了解大陆 在前面 林峰又找我 赞助十个老兵回大陆 结果这十个老兵回大陆 大陆中央电视台 这种亲情的 令人感慨和温暖的这种画面 没想到引起 蒋经国跟他周边的幕僚 连我也没想到 1988年 适逢沈春池先生 八十大寿 沈庆经以父亲之名 成立了沈春池文教基金会 从事各种两岸文化交流 包括书画墨宝 敦煌文化艺术等展览 每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2017年 更启动抢救千台历史记忆库 藉由口述历史及文物典藏 记录并保存属于两岸人民的大时代记忆 两岸文化交流好像一大堆人在办 所以我后来才会在七年前才想到 包括大陆来台在来台前后的这种很多经历 很多遭遇的温暖跟残忍的事情 这种故事它是真实的历史 应该把它永远留下来 我认为这个永远留下来 对社会就是贡献 从商场巨拨到两岸推手 沈清津坚信 再大的挫折 只要不妥协 肯定有成功的机会 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由于我们机会权力抢救这一段的 希望是对两岸同胞有意义深远 我也希望在永远的人生 做一些事情它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也是珍贵的